我們剛剛看過的是一般檔案的分享 我們先來看看Google文件 那剛剛稍微調查一下 可能大家比較少用Google文件 我相信大家比較少用 通常最大的原因在於什麼 就是格式怕會跑掉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確實 因為微軟它自己有它的格式 那所以說沒有辦法完全百分之百 都怎麼樣 都一模一樣 尤其是你在轉換成所謂的Google文件的時候 那雲端硬碟它有個好處 如果說你不轉換成 也就是說我是微軟的Office的檔案 我今天上傳到網站上 我不做編輯 只做看的部分 就看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現在正確率 應該有95%以上 除非說那個比較複雜的 那種格式 有機會跑掉 不然大部分正確率是OK 但是轉換成Google文件之後 當然它的那個 就是 就是完整度就沒有那麼高 不過呢 它有個好處 有什麼好處 它可以做協同 也就是有的人現在講所謂的共比 共比 因為平常如果說 比如說像我們是開會的話 開會都會有一個會議紀錄對不對 那或者有一些討論事項啊 那除了舉手發問 因為舉手發問總是只有一個人嘛 對不對 在發表的時候總是一個人在講而已 可是如果說像我們今天在這邊用 我們不是有這個嗎 對不對 那其實還有另外的 我也可以打開什麼Google文件 也就是說您今天可以登錄 他也可以登錄 我們可以一起共同把今天的重點寫下來 他寫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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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覺得哎 對你剛講那個不是很OK 我也可以再打進來 就可以共同討論 然後還有什麼 就是比如說草案的年齡 比如說我有一些 資料草稿階段不是最終版本的 那這個時候很多時候是需要大家彼此討論 然後呢 在上面 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這是誰改的 這是誰改的 你看現在這裡有沒有誰就進來了 對不對 誰進來了 如果說我今天你看我這邊這個 我在這裡 如果我在這裡留言了 那我們在這裡 有沒有馬上看到這是誰留言 對不對 那這個是用會組的方式 可是我們如果是用文件的方式 也可以 甚至我最近 找同學玩的這一種 這個 用教學上的 在這裡 我用試算表的 試算表的方式 也就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您看一下 這樣子 像這裡 因為平常 比如說老師要同學上來報告 那 報告 同學 底下的同學 會不會有很多踴躍舉手 我有問題 沒有嘛 報告你講你的 他做他的跟你上課是一樣的事情 哈哈哈 對不對 那如果有人講當然是不錯 可是很多人都是不好意思講 不好意思講的時候怎麼辦 我用這個方式 我覺得效果還不錯 因為我發現 反正他也知道這是匿名的嘛 有沒有 這也是匿名的 然後我就說 你看這一組上來報告的 讓你們聽看看 那他們就同步 把他的什麼 有什麼優點 可以寫下來 有什麼缺點或建議的 你可以寫這邊 那你我就跟他講 你看到有人在寫 你就讓開讓開嘛 你就自己挑另外一格寫嘛 哎 這樣至少我得到 就是說 同學在報告的時候 我們得到回饋比較多 比較不會就是 這般都點點啦 老實在自圓其說 就是可以多一點互動 因為這個在我們一般教室也可以用 只要您把這個 就是編輯的權限開放出來 就OK 所以這個算也是 Google 我們在教學上可以實際上去應用的 因為我發現說 這樣確實是 蠻不錯的 你可以得到比較多的那個 只是說您在做連結的時候 共享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這個跟我們現在用這個 白板意思是一樣 因為平常我們 分享給別人都是什麼 只能檢視 不能改的 你要讓他可以編輯 就匿名 只要知道這個網址就可以編輯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上課的時候就OK了 當然我們一般共用會選擇這一種 就是知道連結的才能夠進來 而不是什麼 公開在網路上的 上面這個也是公開 但是差在哪裡 收訊引擎能不能找到 我們使用下面這一種 下面這一種是 只有完整知道網址貼進去的 才能夠用 上面這個是你 直接用Google搜尋就可以找到 這樣您大概了解意思 所以這個部分 你看 一般Office裡面大家常用的就 主要就 Word 以Sail跟PowerPoint這幾個對不對 Google那個 Word 微軟有沒有一個繪圖的功能 也有啊 可是平常大家比較少用嘛 那 現在這個呢 繪圖的部分 只是我拿來當白板用而已 所以Google 文件的那個那個 就是 他也有Google文件 Google試算表 Google簡報 都是一樣的概念 都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可以參考看看 想看 去看 感谢观看